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倒鼓的鼓 鼓务的鼓 东方的东 鼓东俱乐部干嘛呢 他们自己回到他的家乡来种到 然后跟大家分享好米 当然宜兰大家也知道我们时常在讲好山好水 宜兰有很多很棒的这些蔬菜水果 没想到米听说也不错 而且宜兰其实还有什么 还有很棒的猪啊 对不对 他们的养猪肉也是很棒的 然后有很多的美食 那朱美红跟他的先生回到了这个宜兰的家乡 那就致力于推广 这个他们就生产端了 他们就种到 种到生产稻米跟好朋友分享 他们用他们比较 从陌生一直到熟练 他们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 无独的用正常方式 又用健康方式去栽种的这种稻米 那当然了相信现在 因为现在大家很需要这种东西嘛 他日子过得很 日子应该是过得还不错了 然后最近他出了一本新书 就是田野里的古早味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跟朱美红连线 由他来跟我们来分享 因为这本书里面介绍了很多的什么 很多的 很多的腌制 发酵的这些食物 这个是现在在餐饮业 这个是显学了 很多的米其林餐厅的主厨 他们自己也会在自己的厨房里面 发酵 或是酿造一些不同的酱料 然后发酵不同的食物 不一定是直接吃这些发酵食 他们也可以拿来作为调味的酱料使用 而发酵食 它其实是一个智慧 为什么 因为需要 所以他们才会产生发酵 用发酵来保存食物 那延长 我觉得它是延长食物 或食材寿命的一种生活的智慧 那这本书里面就有非常多的 这样子的这个案例 我们也可以买到这本书 然后来试着自己在家来做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跟朱美红老师连线 由他来跟我们来介绍 田野里的古早味 美红老师在现场 老师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主持人介绍我非常的清楚 其实我就是 是在深沟这边 宜兰的圆山深沟这边 出生的一个 大概 可是我大概两 两三岁的时候就离开这边了 然后去到台北 对 国小 国中高中 大概两层都是在台北 所以其实我 二十年前在回到宜兰的时候 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然后跟着我先生 我们一起回来深沟这边的时候 我其实对乡下的这些所有的物产 风土 还有这些所有的生活方式 其实是很不熟的 陌生 就是说我们是回来种 很陌生 种到 然后种没有用农药跟化肥的那个稻子 可是我们完全是伸手 所以遇到很多很多的一些困难 可是也很有趣 那那个土地是本来就是 本来就是家族拥有的 然后你们只是回来接 还是说你们去购买一块田地 自己来耕种 完全都是用租的 因为在宜兰这边土地可能 都没有办法购买 如果可以购买这么多的话 我们就变亿万富翁了 不是 那原先先生是从此哪一行 他为什么你们俩 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都市的生活 回到了好山好水的宜兰 其实我先生的话 我们两个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就认识 然后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是去到台南 我们在台南的学校的时候认识 我们两个其实都很不习惯住在台北 所以我们选择大学是在台南念 然后我们两个的 其实有一些共同的 比较想要过的理想生活 所以在辗转又去了日本 我先到后来 我结婚之后 他有一次是到日本去念研究所 我们一起去 然后再回来 那一回来之后 我们就直接做了股东俱乐部 就回到这个我出生的这个乡下 然后做了没有用农药的 所以他原来是从事哪一行 他有做过 有一点像的主妇联盟的共同购买 其实是做像是通路 然后是做那种比较优质的 那个农产品的买卖 可是他觉得他最想要的还是 我们两个最想要还是回归到土地上去生活 真的啊 哇这个真的是很大的很大的决定 决心耶 而且是投入一个陌生领域里面 从从零开始对不对 对对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背景 都没有这样的耕作经验 然后我觉得就是只本着一本热情吧 然后就是真的对这个 没做过真的是不会怕 做过的人绝对觉得 这个真的是疯了 真的是疯掉了 带了个两个孩子这样 也没有啊 那你们也20年也过去了 也换来成功啊 也长大了 顺利长大了 不是那也也自己自足啊 对不对 然后还过得去啊 对不对 生活应该是不是过得去 生活应该是很好 还不错 对对对 其实我们到后来啊 一直在这边之后 20年来大概最近的10年 开始有很多很多 想往这样生活的人 然后来到我们的身边 本来20年前 是我们一家一户在这边 然后现在大概周遭的 两三个村庄里面 就是聚集了很多 大概200户 哇 的这样子的人到这边来 哇 真是 很有趣吧 不是 我是觉得这个 这个人追求的价值不一样啊 就到最后 返璞归真 对不对 然后孩子们也在比较 无压的环境下成长 因为我觉得宜兰的学校 很棒嘛 那个学校 有的学校就是很自然的那种 对不对 对对对 一般的学校也都没有那种 呃 围桥 对 很棒 对 那讲到做这这本书田野里的古早味 你在书里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腌制啊 发酵的这些 阿嬷古传的料理智慧 怎么会想要做这个事 你本来你本来就喜欢做菜是吧 其实我本来不知道自己喜欢做这些东西 啊 对 然后一直到我说过 就是20年前我回来之后 我对这些东西完全完全的都不了解 哎 这非常好奇 嗯 然后因为好奇 机遇好奇就开始去接触这些 然后就是跟我们身边的这些亲戚啊 或者是长辈啊 嗯 其实都是那些阿嬷啊 金婆啊 姑婆之类的 真的完全都 就是婆婆妈妈 哎 然后那时候其实 对对都是婆婆妈妈 而且都年纪比较大的 长辈啊 那就是长辈 都是很很棒的长辈这样 然后去跟他们 哎 去东问西问啊 然后靠在他们身边啊 学东学西 不是那你要有 那你要有个动机啊 对 如果今天就从我在宜兰生活 我也不会想去学啊 为什么你想学了 你要有一个动机啊 对不对 你那时候的动机是无聊吗 其实也不是 我觉得后来是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对这些食物风土的东西 非常的有感觉 就是有兴趣 所以到后来 所以到后来 我很有兴趣 可是以前在东西 呃 在都市的时候 我完全接接触不到这些东西 所以我以为我自己对这些东西是无感 或对料理什么的东西都是很无感 后来是把自己丢到这个农村里面才发现说啊 这里的生活元素非常的丰富 不只是小孩玩得很开心 我玩得更开心 你玩得更开心 真的啊 我玩得更开心 对对对 那怎么会选择切入腌制跟发酵 对不对 这里面有一定都有一些机缘或渊源啊 对就是其实在那个乡下这个农村的地方啊 他们传统就是这些智慧 可是现在的人很难去接触到这些东西 大部分应该就会在超市啊 或者是买一些工厂出来的东西 可是我在这个农村的一个非常物产丰富的地方 我是接触到第一现场 嗯 他是既是身材都要保存 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太迷人了 真的啊 我就无法自拔 不是你们一家也不过就四口吗 你什么都来 弄了那一大缸一大罐的 那摆满了 对不对 对 你说对了 就是刚开始 比如说我讲一个豆腐乳 是最一开始引起我注意的 好奇的一个东西 你自己会做豆腐乳 会 我还酿酱油哦 真的假的 好厉害哦 来来来来 你接就第一次接触到豆腐乳 看到人家自制豆腐乳 给了你莫大的好奇是不是 你就开始想要自己试试看 对 因为像豆腐乳的话 在宜兰它就必须是要那种夏天大概是那个太阳很大的那个两个月才可以做 为什么 因为防潮干燥 因为要晒 对 然后我就看到那些金婆在他们的那个中间 他们门口的那个大稻层上面 稻层 对 就是他们本来以前是晒稻子 那现在没有带稻子 可是什么 我就赶快跑过去问啊 我就说哇 那个是什么白白的东西很好奇 在我的生命里面是没有出现的 嗯 我就问了他们 他们说哦 他们说这个是做豆腐乳 我想哇 这个跟豆腐乳差很多 那一块一块的白色的就是豆腐吗 豆腐块 然后它是很咸的 因为我有把它拿来吃 嗯 我就说哇 这个这么咸 不是豆腐乳 怎么吃啊 完全跟我想象都不 啊 不一样 我就直接过来 啊 对 完全不一样 啊 就是呃 它从制作的过程到 真正我们可以吃的那个 完全是很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就是参与了 它从开始做 然后一直到发酵 大概要四个多月 这么久啊 要要要要要 可是啊 对 所以所谓的发酵 就是用时间去制作一个食物这样 可是豆腐乳啊 其实有分好多种 有没有 有一种比如说 比如说那个黄大木的那种 里面有很多黄豆的是一种 啊 然后那种外省的 那个外面是青的 青黑色 对 那味道有点像 嗯嗯 那个那个味道 然后然后 对不对 对对对对 然后然后那个 可是那个涂在烤馒头上 好好吃哦 那我从来没想过 豆腐乳是怎么做的 我们进一段广告带回来啊 美红老师跟我们来讲 这豆腐乳是怎么做的 他看到了这个宜兰在地的婆婆妈妈们 阿沈啊 阿姨啊 大沈 他们在做 就就他也跟着做 就成功了 豆腐的怎么做的 带回来 嗯 来我们继续跟最近出了一本新书 叫田园里的古早味的作者啊 叫朱美红 朱老师连线 那她是宜兰的女儿啊 在宜兰长 小时候三岁 离开宜兰啊 到都市生活 然后二十多年前啊 毅然决然的跟她的先生 跟她的夫婿啊 回到了宜兰 宜兰是她的家啊 不是她先生的老家 可是是她的家 他们选择了自己来耕种 他们创了一个俱乐部叫股东俱乐部 听起来像是一个俱乐部什么啊 好像是玩不是 他们就是一个 他们就是一个这个 现代精致农业 他们用现代的方法来做这个 他们也没有叫叫有机了 就是自然农法了 不加不加这种化肥啊什么 就一切按照这个 最天然的方式来种植优质的稻米 那当然霞宇啊 她就去研究宜兰的这个 在地的一些食物菜肴 发现太有趣了 怎么会那么多 而且上天给了宜兰很多 生而优越的食材了 蔬菜水果 甚至他们的这个猪肉也是 也是一流的啊 所以她就花时间来研究 上个阶段就聊到了 制作豆腐乳 她的开始也是从豆腐乳开始 我就提出了问题 我问老师说 那豆腐乳有那么多种 像很有名 那个大西 什么黄大木 那个颜色不一样 那个有点深橘色 那有的豆腐乳是 青的白色 上面有点青的 青黑色 那很臭很臭 每一种豆腐乳都不要 还有麻辣 我这几天很喜欢吃麻辣臭的豆腐乳 到底是怎么做的 那老师自己怎么做 来老师你说你怎么做 你们的豆腐乳怎么做 按照宜兰阿嬷古法酿造 发酵 对 怎么做 对 它最重要就是豆腐块 跟它的那个酱汁嘛 然后所以豆腐块的话 它基本上本身是已经先淹过盐巴 老师你那个豆腐块是要 是要板豆腐还是嫩豆腐 嫩的大概不行 其实基本上它是在宜兰的话 是用特制豆腐乳要专用的豆腐块 比较偏向豆干类 那我还得去找 那个我不可能自己做 自己在做一个豆腐乳专用豆腐 没有嘛 得去买哦 对不对 还是你连你连这个都自己做 其实在宜兰是非常多 我觉得常常在讲一件事情 就是很有趣 就是在宜兰的菜市场 有一个很很奇特的那个风景 在我从都市搬回来的时候啊 我自己因为其实是一个很都市的 都市人的眼光嘛 然后我在看他们的菜市场 我觉得太有趣了 整个就是蓝阳平原的人 我觉得做豆腐乳完全是 宜兰的献民 全献民的运动 就是夏天一到 哇所有在菜市场上 在卖小鸡啊 小鸡鸡鸡料 卖五斤啊 他卖衣服裤 都在做 衣服裤子的有一条街 他们全部在同一个时间就翻出 卖出了这些豆腐乳的半成品 就表示所有的人都会去买 他们每一家家家户户去自己腌 腌完了再供应给你们 去做豆腐乳就对了 对对对对 那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前段不学啊 你为什么前段不学 只学后段啊 后我做过 哦失败 我做过了 哎 我没有失败 成功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从头一条龙了 但是我后来发现因为太多人在卖了 我觉得说啊 我有体验过就好了 那那你这样那你这样讲好了 那我也不必去你那了 我就到我们家对面的松青全联 那都有啊 啊对不对 应该都买得到啊 是吧 是不是这样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吗 每一家 其实每一家的地方都不一样 哦 那没关系 对其实有点像是韩国 哦 韩国 然后韩国的泡菜每一家也都不一样嘛 对对 然后日本人的味道 对每一家有每一家的口味 我只是把半成品拿回来 然后我调我自己的口味 还要再调哦 要要要 他那个米曲啊 米曲还要先洗过菜过 他说你你你你 不你不要把大家都懂当成懂嘛 你从零开始讲嘛 做豆腐乳要怎么做啦 嗯 呵呵就是那个豆腐块 哎豆腐块 比赛好的 哎 对然后它是有圆巴的 很咸的哦 很咸 非常咸的白色的 啊 对 豆腐块 然后呢 另外一part就是我必须要去 做一个米曲 做一个米曲 怎么做 自己做米曲怎么做啊 发酵 对 如果做米曲的话 用糙米 然后先把它蒸熟 熟 就是用我先生 我之前是自己先生 自己种的米 你们家的米是 是有没有什么号码的 什么什么台肯酒啊 什么 叫台中仙道10号 哦 再再再讲一遍 台中仙道10号 台中仙道10号 啊 哇这个仙就是仙人的仙啊 长米啊 好 哦 然后加一个盒 对 哦 对 嗯 它是属于长米种 然后在宜兰很特别 它是用糙米下去自然采菌 自然采菌的意思就是 你一定要在这一段期间做 然后在空气里面才有这些天然的菌种 它会落到那个米上面 嗯 那你再把它养成 嗯 所以我在那个呃 那本书的故事里面 啊 我有提到就是 我其实是一个 豆腐乳的梅人婆 你就是个整合者而已嘛 其实我要强调 所谓的这种传统 它的发酵 其实我们不太能够做什么 我们靠的是那个时间跟那个自然采菌的渠 它去做一个长时间的发酵 才有办法变成那种口味 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是现代人或现代的科技没有办法制造的一个味道 我觉得是传统的东西里面这些发酵味道很很可贵的地方 好吧这个反正大家要知道美红怎么做豆腐乳的哦 就是你得去买书啊 对 来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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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去找你哦 黄金菜脖是什么东西 黄金菜脖就是其实基本上就是菜脖 可是是因为宜兰的这些风土跟天气的关系 所以它一般的菜脖大家的想象就是什么颜色 菜脖就是金黄色嘛 就往往里面走再黑再再再暗一点嘛 对不对菜脖或者咖啡色嘛 对不对 就沾了酱油了 对 咖啡色这样 对 宜兰的是完全不一样 又怎么不一样了呢 对宜兰的 等一下你你自己做黄金菜 你自己做黄金菜脖是吧 对对对对 那我我跟你讲没什么了不起 我也会了啦 就照你的逻辑我也会 就是你你去 你看每一家都都有 不是去买半成品 不是啊 哦不是去买半成品啊 就直接买整罐做好的回来 没有 不是啊 那你怎么做嘛 你又不讲 不是 就是萝卜啊 各位 对就是白萝卜 白萝卜你听我讲啊 你听我讲 看我看我会不会做啊 就找这个白萝卜 然后要想办法让它脱水 那脱水的方法很简单 脱 怎么脱啊 就是盐嘛 对对不对 抓盐啊 盐会脱水吗 然后差不多的程度 就要去风干日晒 因为你要有风的味道 要有太阳的味道 然后就跟这个晒 晒晒晒晒 花椰菜干一样嘛 然后差不多时间了 就收回来 然后觉得不够 第二天再推出去晒 哎 就这样连续好几天 然后风灌 对对不对 对 然后风灌的时候 当然里面就有各家 他自己想要的味道嘛 对不对 那那我是不是这样讲完了 是 这是一般大部分的人对菜报的印象 对 宜兰因为冬天 啊 没有太阳 请问怎么晒 哎呀 这个这个这个没有太阳啊 就我们就 这个叫阴阴晒 好不好 哎对 就不需要太阳 应该不行哦 会发霉 不是不是 有的人 有有的 有的人哦 他们就会用那个热风啊 去做一个小小小的这个小的这个场 然后在那个热风里面去去去吹它嘛 对 你主要控制湿度嘛 对不对 要不然会发霉嘛 对不对 但是不行啊 因为热的话 他就会把它弄熟 熟了之后 他就变软 他就不脆了 好那所以也不行 那我考虑一下 要不要让你揭开谜底 好 请你讲这些答案啊 这怎么弄 其实前面的还是一样 用盐巴让他脱水 对嘛 然后脱完水之后 因为我们没有太阳 宜兰大概有最多会一年会 大概200天都是在下雨 逐风来雨 宜兰就是雨很多啊 所以呢 我觉得以前的人也很聪明 真的很有智慧 那那么多萝卜还是要做保存食 那也是要把它做成菜脯 他们就直接把它包起来 然后用石头大石头压干 就是先用盐巴出水 然后用石头压干 压干了之后 大概也要压两三个晚上 它那个水比较可以出到 真的很干 然后之后再拿起来 放糖进去 让那个糖再浸到那个菜脯里面 就是有点甜甜鲜鲜 整个倒一整袋一整袋的糖 把它封住就对了 要先切 要先切条 切条状 对先切 对对对 但是不能去皮哦 因为菜脯最重要就是 它那个皮的脆感 然后最后 对对对 然后最后要保存呢 我们就只好把它弄到一个玻璃瓶里面 但是白色 然后它经过大概两个礼拜之后 它大概会变成一个比较黄色 那一边塞 也要一边弄糖进去 不用 不用不用 已经腌过了 先泡在糖里面 泡在糖里面 大概也是泡个两三天 让它糖吃进去 融化吃进去 然后再把它塞进去那个罐子里面 它就慢慢的轻微发酵 然后变成金黄色 这样就好了 这就是黄金菜脯就是这样 而且不用冰哦 不用冰 而且放在那个室温的话 可以放一整年 那这几年呢 有一些厨师 很厉害的厨师 他们熬汤啊 鸡汤 会放这个苗栗老菜脯 有的号称20年 有的号称30年 然后放在一个小坛子里面 打开那个坛子黑 里面的菜脯都黑色的 有没有 对 那那个又是怎么做 变黑了怎么弄啊 就时间 基本上还是 对 它还是发酵的一个过程 但是这个必须要用日晒 但是在宜兰的话 比较少这种东西 因为就是没有太阳 比较少听说宜兰的菜脯多厉害 都是在讲苗栗 对不对 好 我们进一段广告带回来 再聊看 还有什么其他好吃的东西 继续回到超级玩乐大帝国的节目 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 最近出了新书 这本书叫田野里的古早味 时报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朱美红 他在宜兰生活了20多年 他本来就是宜兰人 然后这几年都是 他跟他先生的 生产稻米 种稻 租田 种稻 然后生产优质的毫米 那鱼匣的时间 就花时间去研究宜兰在地的好味道 离来很多的这些阿嬷 就大妈大婶 婆婆妈妈 他们过日子 自己腌制很多食物 发酵很多食物 他出了这本书 就跟大家来分享 分享这个 比如说腌梅子 自酱菜 酱米渠 自己做豆腐乳的方法 跟大家分享 大家可以试着在家 跟着学习去做 这里面 我们上个阶段 就讲到了菜博怎么做 他们的做法 跟苗栗做法又不一样 就非靠日晒 不是靠日晒法 那里面还有一个菜 很有意思 叫翻杀柚子皮 那现在很流行 所谓的循环经济 或是企业甚至在讲要ESG 那这个翻杀柚子皮 号称就是最好的废物利用 来说一下 你这个菜怎么做 翻杀柚子皮 因为我想主持人 应该没有听过 宜兰也有一个名产 叫做柚子 不有名吗 对不对 宜兰柚子还好 可是宜兰像圆山 像是全台湾休闲农业农场 密度最高的地方 其实宜兰很多 宜兰很多种田了 种很多了 这比较有名的什么温泉 温泉番茄 对不对 温泉这个那个 葱对不对 三星葱 空心菜 但是柚子我真的不知道 来 所以呢 以前宜兰很多人在种柚子 那后来都荒废 因为不好吃 不够好 不好吃 然后所以呢 可是柚子树一种下去 可能就是五年十年了 他也没有办法说 马上就砍掉 说砍就砍不行了 对 然后所以因为刚好有一位朋友 他他就继承 他就继承了一个柚子园 可是他就觉得说 那这些柚子怎么办呢 那一次就找我们大家一起去 然后我们就 去摘了很多柚子 当然还是可以吃啦 这不是怎么办 那他就去找到对的方法 跟农委会里面的专家去学习 去改善 改善用正确的方法 还是没有办法 因为宜兰的天后 其实就不适合这些东西嘛 不是吗 因为有四个字 你们就不不信 有四个字你们就不信 什么拿四个字 人定胜天嘛 人定胜天 我们不敢啊 是不是 对啊 不行啊 这些早天是最厉害的 这种不好就是种不好 就对了啦 你们投降就对了啦 可是我觉得 可是我们这个朋友也很有趣 他后来就不采收这些柚子 然后他去养了蜂蜜 然后他做了那个柚花的那个蜂蜜 就很棒啊 就是另外一条子 然后他就找了这些 其实那时候就有很多这个妈妈嘛 我们就一起去 去柚子园 观光果园采柚子 然后采完之后就发现说 其实因为他都没有用药 所以是很安全 然后很棒的柚子 那我们就想说 是不是那个柚子皮也可以拿来 因为柚子皮其实很香 他所有的香气都在柚皮上面 那于是我们来之后 大家就七手八脚啊 就做了一个 翻杀柚子皮这样 那柚子皮 因为它本身是会比较苦的 然后所以我们就是把它的苦味 它有个囊 白囊 这地方是最苦的 囊瓢啊 对 就皮下面那层厚厚的白色的那一块 对 那是最苦的 那把它削掉就是了吧 削掉 然后可能还没有办法削干净 于是我们就先下去煮 然后煮完之后再把它用 那个刀子或者是用汤匙 把它尽量尽量的都挖干净 然后最后只剩下那一层皮 然后那层皮之后 我们就下去把它切条啊 然后进去翻炒 然后加那个砂糖进去 然后翻炒 差不多已经都有点干的时候 我们就把火关掉 然后关了之后再继续炒 它就会翻出沙来了 就是有点像是 又把那个糖又变结晶 然后有点像是那种 很好吃的软糖这样 带一点点苦味 好 这个做法我跟您分享 它其实万变不离其中 这个潮州菜 有一道菜叫反杀芋头 一样 芋头要把它烤干或蒸干 因为你要干透 它才会疏松 然后呢 二砂 不是砂糖啊 先放在锅子里 预热以后 它就融化成了 从了液体嘛 对不对 然后你就把芋头放下去 切块的芋头 放一点葱 意思一样 或者是糖蜜了以后 再沾上不同的巧克力 那道菜是很棒的饭后茶点 有没有 就有点像饼干 然后甜甜 那最重要的是橘皮颗类 像橘子柳橙 碰干金橘 宜兰又金橘 柚子这里面都是那个精油的香气 对不对 对很香 再跟你讲一个菜好不好 柚子皮 好啊 柚子皮是可以做菜的 在香港米其林二行餐厅 桃花园小厨 他有一道菜 把柚子皮下来 带着囊瓢 白色的囊瓢 然后呢 蒸 上面铺满了虾子 虾子上海菜里面常会用 就是虾软了 很细的虾软 铺满了 进锅里清蒸 蒸出来 整个囊瓢 跟那个皮变成透明了 上面是虾软 虾软真的咸香鲜嘛 然后吃的时候用刀叉 它就是一道菜 你给我一道 我还你三道 人敬我一尺 我必还一丈 对不对 所以这个菜也是 这柚子皮其实是可以做很多菜 不要只是把它弄成一个瓜皮小帽 过中秋戴头上 对 很可惜 对 好了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柚子皮还可以做什么 来你这里还做什么青羊桃酵素怎么做 因为青羊桃 羊桃在我们乡下其实是还蛮多的 现在还多 现在还有 因为种了可能一种就是十几年 也舍不得开掉 可是一样的问题 也是一样的问题 你刚刚讲说宜兰种出来柚子不够好吃 那宜兰种的羊桃好吃吗 当然不好吃 我告诉你这样宜兰的乡亲啊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他叫朱美猴 好了好了 来来来怎么做羊桃怎么做 我反而很少看到了啦 对 因为就是我们附近就是都是些亲戚嘛 然后他们就是一种就是十几年 可是对他们来讲啊 那个羊桃他们也不太会去吃 因为很快 他们马上一转熟的时候就被果蝇叮到了 就掉下来了 哎呀我想起来 对我们民生社区也有几个地方有羊桃树 就掉来地方都没人要吃啊 好来 对对对 然后所以呢我就想说哇 我就看到那个金柏每天都在那边扫那个羊桃 哎呀 对有很多 好可惜他们他们自己都不吃哦 就没有办法除非你去防治他 或者是去包他套袋啊 对啊那就套袋嘛 有什么关系 他们就觉得说买的比较快吧 哈哈哈哈 不是的他他没有把他当当成生产金 没有没有没有 他当当当院子里的树哦 对对真的啊 可是就很困扰说他要去扫那些 就有时候都会这样有点发酵臭臭的味道 哦 所以我就想说哎 那我们现代人其实还蛮讲究健康 然后金柏他种的那个也是都没有药的 嗯 然后我就想说可以拿来做一个 就是他还没有成熟的时候 那时候果蝇不会叮哦 那还是酸酸的嘞哦 对很酸很色 很酸色 就是很多在做酵素的这些水果 他就是呃 酵素比较多的时候是他在清色的时候 他反而是熟的时候 他的酵素比较没有OK 嗯 对所以就是在清的时候就摘一下他 他没有被果蝇叮的时候就摘下他 摘下来之后我就是用糖去腌他 然后变成一个所谓的比较健康的酵素饮料这样 哎 怎么变 就杨桃 洗净 杨桃跟 跟那个呃叫什么 嗯 糖就可以了 但是糖比如说 对你杨桃杨桃摘下来 洗干净擦干 杨桃摘下来之后就是 擦干然后切片 嗯 然后就一层放在玻璃瓶里面 嗯 干净的玻璃瓶里面 然后就一层杨桃 一层 砂糖 但是他的那个砂糖的量不要一次放进去 大概会分三次 嗯 就是隔一个礼拜再放一些隔一个礼拜 为什么要分三次他的作用是什么 因为你如果一次都腌进去的话 他可能会一开始就是他会抑制 因为糖毕竟也是抑制 糖啊盐啊酒啊 都是让一些杂菌不要长出来的一个抑制的方式 嗯 那所以他如果分段的话 就是让他有我们需要的那些小小素 可以慢慢的哦 长出来 嗯 哎这样分次 嗯 嗯 他变成果汁 然后但是你在常温保存的时候 他是不会坏掉的 他变成醋了啦 醋饮是吧 呃 还不到变成醋 嗯 我们还没有让他变成醋 他还是属于甜甜的 但是他其中有一些羊桃的青羊桃的酵素 然后你可以再对水喝这样 哦 那得要 对或者是家气套 这个这个在我们一般人家里就很难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家只是住公寓 这就没有养桃啊 对吧 好我们继续段光带回来 好我们继续跟天野里的古早味这本书的作者朱美红聊他书里面的这些他在分享这个宜兰啊古早 古早做烟菜发酵时的这些做法 那照刚刚在休息的时候这个朱美红老师说啊其实很简单啊 我说哪有那么简单 可是他都他都觉得每一个都很简单 是是是说如果这么简单 那他干嘛要出书了 对不对 来来来书里面书里面有一个有一个东西我真的是真的是好奇了 长相我也看不太懂 他叫阿娜娜 这是这是你取的是吧 还是还是还是他就是一个俗名啊 他到底是什么 不是不是不是 他就是一个俗名 他其实是一个南洋的一个水果 然后他其实传来台湾在台湾的其他地方很少看到 所以我也没看过 所以刚好有他种了 然后拿来给我的时候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完全的查不出来看不出来 查不出来啊 没听过 嗯嗯 那他会告诉你这是什么啊 你朋友种的啊 他就说呃他就说是呃他就在他们家院子里面种 然后他也说不太清楚那是什么 就说他这个是南洋的一种水果这样 哎这么长啊那么那么多字 其实闻起来是蛮香的 可是吃起来就比较沉 对然后后来我一呃一做了之后才发现说啊我送给朋友吃 然后朋友因为他那个那一位另外一个位朋友他有一个阿嬷在南投 嗯然后他从小就有住他妈家 嗯他就说哇这个是阿娜娜 我想说什么是阿娜娜 对什么叫阿娜 我们知道阿娜达不知道阿娜娜是什么 太市场 他叫做三次翻荔枝 啊 学名 三次翻荔枝 三次翻荔枝 对 他他上面有次吗 就是一个学名 啊学名 嗯其实是没有 嗯没有对他其实蛮平滑的嗯对然后后来发现说啊他说他从小啊他阿嬷就会去菜市场买回来哦 然后就是因为里面油脂把外面削一削然后果肉弄出来然后只丢掉嗯然后把它放在冷冻嗯然后因为他很容易就熟烂掉 可是熟的时候那个香气是很棒啊所以他就是说呃就是把它冰在冰箱然后冰完之后放冷冻要吃的时候就是拿出来嗯然后跟冰一起然后把它打在一起然后放糖啊或者是放黑糖就可以吃了这样就很好吃那这就水果牌嘛你就是把它切块然后撒一点糖你爱加盐加盐就爱撒糖撒糖 有哦这个是有带着他对阿嬷的一些思念哦 因为他当场我送给他的时候他就哭出来了 他就说哇那他阿嬷已经过世很多年所以其实我我其实里面里面也是讲到这样的故事其实食物跟人的一些情感情绪啊或者是情感是很有连结跟土地也是嗯所以他就说啊他就想到说他小时候跟阿嬷在一起嗯然后在南投的那些日子 让他非常非常的又怀念起阿嬷这样就想念所以其实我觉得食物的力量其实是我觉得很超越我们对吃的东西的想象啊对食物力量太伟大他可以让你一个礼拜胖三公斤哎对那也是食物哈哈哈食物的力量吗是不是什么才会胖三公斤啊你你要学啊很简单你就找那种只要专挑美国牌子的冰淇淋就好了好不好你哈哈哈那个东西你就你就吃一个礼拜就三公斤真的不骗你 我以身试法哎获得证实真的然后你在你在你在冰淇淋里面再配有关系你可以来我们这边来田里面种种到啊把把草啊你就会瘦回来再回去吃这样我知道这就是一个廉价劳工的概念啊以工代宿啊对不对以工换宿对不对对不对就是我去帮你除草啊对不对插秧啊你就让我住一晚住一宿对对这个以工换宿的概念啊 那我在我家种就好了不好你家种干什么呢来你还自己酿造酱油你好厉害啊不就很厉害哎酱油有办法自己酿啊嗯来酱油怎么做我才不信了酱油你自己做又是买现成的对不对买半成品没有没有啊没有来来来酱油一样的酱油很有趣他就是用黑豆去做的 然后有点像是硬油的感觉嗯啊不然呢完全都是黑豆不然还要用别的豆做吗嗯都一般是黄豆有啊有啊很多大部分我后来才发现就是黄豆跟麦像日本他就是豆麦酱油嗯然后呃在宜兰这边就是基本上是用黑豆那黑豆就是要先把黑豆先煮煮熟他要煮三个小时然后煮熟之后嗯还要让他 自然采煮熟的地方嗯然后再放到一个室内的地方嗯然后一样也是要大概是在夏天的时候嗯他才会有那些菌嗯所以也是自然采菌放在房间然后盖上那个丝瓜叶啊一定得要丝瓜叶吗然后让他自然采菌一定要丝瓜叶吗不能不能用别的叶子啊不能用柳叶之类的有丝瓜叶啊哈哈哈其实丝瓜叶 那些叶是最好得到的啦哦方便以前的人还会用别的叶子哦对对对对对最好得到嗯而且是夏天所以他基本上在那个叶子上面就会有那个菌种哦然后他就会呃附着在那个我们的豆子上面嗯然后大概经过一个礼拜吧嗯就会变成一个豆曲哦然后豆曲之后我们再放到一个瓮里面哎呦然后瓮里面我们就加水嗯然后跟加粗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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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对每天在那边搅每天搅搅动之后大概宜兰的话大概一个月左右就可以做成酱油然后要把它煮起来过滤过滤还要再煮一遍啊啊啊过滤再煮我要煮三个小时哦我去日本采访过他们酿酱油跟醋的厂都放在那个屋顶那个缸好大啊那是我就想到司马光了你知道吗哎哎哎哎哎好大好大的缸对然后然后然后 然后一定的时间因为发酵啊会把上面的盖子顶开他要把那个瓢掉嘛对不对然后再封起来这样这样哎嗯对对对那前一阵台北不是有新闻出来吗有一些厂商呃不是从头到尾都自己酿他们有时候去买买人家的半成品自己在调制风味有没有他闹出了一点新闻那你这个是从头自己酿到尾啊是吧对啊真的吗我不知道是不是啊那是啊是啊 就是我我说的那个豆子自己要煮这样哦那那个风味风味风味要自己再调嘛对不对对最后的话我们会再加冰糖跟加那个麦芽糖下去调味哎呦所以酱油吃了也是会胖的吗对不对酱油糖尿病糖尿病也不能吃吗麦芽糖糖尿病只吸收太快不行哎对没有啦我跟你讲我真的问我认识很多酱油老板酱油公司老板 都已经到第四代第五代他们给我他们跟我说酱油啊粗食的酱油就是就是一番炸就一番酱油啊他是透明的嗯所有的颜色都调出来的那你现在用黑豆弄那出来就是黑色的咯他本身就黑色啊那怎么所以所以那个那个黑豆他其实也是酿制发酵过的豆子了所以如果所以如果按照最正统 传组的酱油他是用黄豆去做他出来是透明的嗯对吧对他会比较淡对啊然后自己再去然后让各家厂牌要自己不同的风味嘛再去调制不同的味道进去嘛对不对对可能会来一些比较可食用的色素吧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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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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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厉害 他当年就是靠什么 他就说 他有很多的酱 他也会自己做酱油 对 就他妈阿嬷做的 他妈妈做的 他还有那个 对 对 飞鱼软 他把它变成绿色的 对 还有布拉皮酱油 他比较花式一点 对 对 很厉害 所以宜兰人 很多都是 什么都自己来 对 他也是宜兰人 对 真的宜兰人 我觉得很勤劳 是 是 OK 好了 观众朋友 还有听众朋友 我们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那今天跟这本书的作者 朱美红聊 田野里的古早味 他里面每一道 他介绍的每一个食物 都是自己去 尝试去做 那当然 都最后都很成功了 那相信啊 大家想要自己在家里动手 动手做一些这种 发酵食或酿造美食啊 那就可以去找这本书 因为他跟宜兰的阿嬷 去学了很多的古早做法 很困难吗 不会吗 宜兰阿嬷都很 很很乐于分享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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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对很简单 很简单啊 不会很简单 OK 那你接下来要干嘛 因为你这是第二本书了吗 第一本叫蔬食餐桌 这是你第二本了吗 对不对 我最近在开一个餐厅 也是在深沟 叫做碎碎念 倒碎的碎 想念的念 哦 然后所以在店里面 我也会做很多很有趣的食物 你卖什么菜啊 碎碎念你卖什么菜 卖一个 有点像是就是用在地小农的这些友善的食物 他们做出来种出来的作物 然后做成的餐顶这样 有点像定食这样 中餐 还有我们还有做中餐 诶不算是很中餐 因为我台啊日啊 混合 然后就是很混搭的餐这样 哦好 叫碎碎念 然后我们还有很多那个 对倒碎的碎想念的念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很有趣的是 我们用米去做甜点 我们有紫糯米的戚风蛋糕 很好吃 对还有米的松饼 完全都是米 因为现在的人很多是夫妻做米 所以我们就研发了很多 很棒 那你这个也会吸引我 我想去采访 我再跟你联络 欢迎 好 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 今天谢谢甜言里的古早味的作者朱美红 跟我们来分享这些宜兰的美食 还有发酵食 还有酿造食 希望下次有机会 再跟您继续聊 我会找时间去找你 拜拜 好 欢迎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上的 请不吝点赞 优独播剧场上的 优独播剧场上的